天旋地转过后,苏荣再次睁开眼,自己已经身处在宿舍的床上 他成功了 正如苏荣所料,那红衣员工手中的烙铁就是大笑眼游乐场的污染员 之所以会这样判断,无非就是因为烙铁满足他列出来的污染员的所有条件 在小丑园区内有关键作用,但是不起眼的东西 而且仔细想想,烙铁在人脸上落下小丑装之后 被制成的小丑与他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烙铁在成批量地制造他 只要能意识到这一点,发现烙铁就是这个规则,怪谈的污染员根本不是什么男士 当然别看苏荣说的容易,但事实上能发现这一点是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的事情 在这里,他其实巧妙地运用了一个心理学上讲的回避心理 就例如普通人走在街上看到一个大花壁的壮瘦身影,会下意识地收回目光 在看到这种残忍画面的时候,人们也会下意识地克制着自己不去多看 就连苏荣当时也是下意识地收回目光,不去多看 本身规则怪谈就足够危机四伏,让人应接不暇 可以让调查员忽视烙铁,可能就是污染员这个想法 因为苏荣二人的存在,在小丑园区,他并没有精力放在针对调查员上 完全只想着杀死他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有很多调查员来到小丑园区之后会遇到的危险他们都没看到 但从之前那些去了小丑园区的人都再也没有出去这件事 可以看出来,这个园区绝对有他们还没有出发的危险 而就算不说这些危险,当调查员走进工厂,看到规则之后恐怕都会方寸大乱 更不用说去找什么污染员了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不外如是 实话说,在最后孤注一掷打断烙铁的时候 尽管心里有九成把握,但苏荣的心依旧在剧烈跳动 只有他自己知道,当时他的手心里全是汗水,几乎快要握不住是零产了 不成功变成人,一旦他找错了污染源 接下来将要面临的就是红一员工加调查员的双重攻击,绝无生还的可能 不过在这个规则怪谈里他也不是第一次冒险了 拖他的福,在寻找小丑园区的时候,他也拿自己冒利刺险 不过不同的是,小丑园区那次虽然也同样紧迫,但他有选择的余地 而最后这次则没有,他必须孤注一掷 明明只有一天的时间,他遇到的危险却比一个星期都长 苏荣长舒一口气,先看了眼时间 现在是九点钟,而他是八点进入的规则怪谈 其他调查员是九点钟进入的 也就是说,他提前进入的那一个小时并没有被压缩时间 苏荣先自我感受了一下,发现自己已经得到了合同上说的精神加点 那么其他奖励应该也到手了 他摸了一下都,不出意外地摸到了厚厚的一打怪谈臂和一个手环 项链,戒指,手环,怎么那么多手势类的道具 苏荣在心里暗暗吐槽,尤其是戒指和手环都是滴答集团给他的 总不能是手势类道具太多,大批发吧 然而这可是他误解贺行之了 贺行之是因为看他是位女性,这才特意给他挑的手势类道具 这样他戴在身上也不突兀 苏荣拿出手镯,这是一个雕刻着花纹的银制手镯 和警醒之戒很有点配套的感觉 不过这个手镯上镶嵌着一颗椭圆形状的绿色翡翠 看起来可比那戒指多了不少的艺术感 每当自己获得一个新道具的时候 他都由衷地感谢世界意识送给他的 能查看怪谈道具功能的能力 虽然这个道具附带了滴答集团对其作用的解释 但当然还是自己看得更靠谱 超正义的翡翠镯,按下翡翠可激活本道具 在正面触发一面绝对无敌的透明防御墙 当位置不变时 防御墙可以持续一小时 面积为5乘以5平方米 当位置变化时 从此时开始 防御墙还能持续10分钟 同时面具缩小为1乘以1平方米 防御墙消失后 本道具需要6个小时才能重新使用 出乎意料的 这是一个绝对防御类道具 同样也是苏荣非常需要的道具类型 这个道具有两种形态 为固定型和移动型 固定型态也就是指 这堵墙摆在这里了不能动 如果动了它的话 那就只能使用10分钟 墙体也会缩小 变成1乘以1平方米的盾牌 但无论是哪种 它都有绝对防御这个属性 不用担心会被击碎 在看完道具功能的一瞬间 苏荣就想到了一个 算是卡扑克的使用方法 在手镯以强的形式 存在快到一个小时的时候移动它 让它变成盾 这样这个道具 总共就能存在一个小时零十分钟 当然 真的在规则怪谈里 是很难这样卡扑克的 它也只是想想而已 说起来这个道具的确很有用 如果之前就有这个道具的话 它可以直接用这个道具 把小丑园区的洞口堵住 这样其他人根本下不来 而它就能有足足一个小时的时间 去继续探索了 不过现在获得也不错 尽管这个道具只能防御一个面 但也能在很多规则怪谈里 发挥强大的保护作用 苏荣满意地把它收起来 又把3000怪谈币装进生钱包 也不知道生钱包到底是个什么材质 装了那么多东西 也一点没有要破的迹象 做完这些之后 它躺在床上安详地闭上眼睛 终于可以休息了 然而下一秒 床底下甜思思激动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你们听见刚才的广播了吗 我去 固定规则怪谈竟然被咖啡消灭了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她的话打破了宿舍的寂静 柳亭牙紧跟着也开口了 声音里难掩激动 我刚刚都没敢出声 怕自己是在做梦 作为调查员 他们当然知道规则怪谈的难度 平常的规则怪谈就已经足够要人命了 固定规则怪谈只会更加困难 而咖啡竟然能在这种情况下 消灭掉固定规则怪谈的污染源 难度可想而知 为了避免被认为不合群 苏荣也跟着说了一句 真好啊 少了一个固定规则怪谈 她就少了一份巨大的有声力量 以后调查员也不会每年再进去送死了 而最重要的是 根据世界意识所说 一旦四个固定规则怪谈都被消灭 她就能被彻底赶出地球 这才是苏荣真正想要达到的目标 说起世界意识 苏荣突然想起来 这次消灭污染源的奖励 好像还没给她发放 上一次消灭掉的固定规则怪谈 是动员规则怪谈 那时候她还亲自来找自己来着 不知道这次是不是也是这样 说曹操曹操就到 苏荣刚想到这里 就听见耳边传来一道 好像有大脑从那儿外发出的声音 我没想到你能做得这么好 这个声音苏荣是听过的 她立刻就反应过来 在心里询问 世界意识 大概是因为这段时间 身体素质又加强了不少的缘故 这次苏荣没有再流出鼻血 在她说话的时候 苏荣敏锐地注意到 刚才还在说话的田思思二人 都不说话了 她往斜对面的下方 田思思的位置看了一眼 发现她一动不动 竟然是被静止了 是我 对方给出肯定的回答 大笑眼游乐场规则怪谈 已经被消灭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她都没法在外面现身了 你做得很好 对了 我现在把时间暂停了 你可以直接说话 没有理会她的夸奖 苏荣直白地问道 你是来给我送奖励的吧 世界意识像是感觉无语 沉默了半场 还是决定先按照苏荣说的那样 把奖励发放出去 是的 和上一次一样 你可以选择强化其他道具 或者获得一件新的道具 这个时候 苏荣倒是又谦虚起来了 你有什么好建议吗 在消灭她这件事情上 世界意识和她的利益 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自然可以寻求对方的意见 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已经不惧怕 规则怪谈中的危险 将目标完全放在 消灭她身上的话 那强化道具是更好的选择 而如果你目前还没有信心 能从每个规则怪谈里脱颖而出 那再获得一个新道具 一定能提高你的生存能力 就像苏荣想的那样 在这件事情上 世界意识和她的利益一致 所以给的建议很是重肯 虽然也能从中明显 听出自己的小心思就是了 下化现世界意识 是想让苏荣选择加强道具的 所以才会一口一个 如果你没有自信 这样低级的激将法 不过 鉴于她也的确不太害怕规则怪谈 所以苏荣点点头 那就加强道具吧 不过我现在手上的道具 基本都是顶级的 好像没什么可以加强的了 不 固定规则怪谈 给的奖励不一样 世界意识耐心解释道 固定规则怪谈的存在 本身要高于普通规则怪谈 给的奖励自然也要更强一些 但如果选择新的道具的话 因为本世界的上限 所以没法得到更优质的道具 但如果选择的是加强道具 则可以进行优化调整 这也是 我想让你选择后者的原因 文言 苏荣恍然大悟 原来在顶级怪谈道具的背后 还隐藏着这样的内幕 是世界上限制了道具的品质 不过这样说起来 这个世界也是有够低级的 在心里暗暗吐槽了一句 他点点头 在强化之前 你帮我看看这个 说着 他拿出守护剩十字 我上次又给他融合了一块他的碎片 然后这个道具 好像就不能用了 等我看看 世界意识观察了片刻 的确 他又重新沾染上了诡异的气息 用了会通过污染改变性情 不过没有最开始那么严重 这些都是苏荣和白脸 已经分析出来了的 他并不意外 那你可以像上次一样 直接帮我净化他吗 如果可以的话 那他就不用浪费这次升级机会 去依靠升级这个道具 来得到净化了 可以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 直接强化这个道具 为什么 苏荣惊讶的一条眉 他本来想和上次一样 净化是灵铲的 和其他道具相比 显然武器更能给他安全感 虽然他几乎很少靠 是灵铲 解开谜题 又或者是打倒诡异 但有些东西存在就是一种底气 如果可以 谁不希望能拿着一把铲子 暴打诡异呢 然而世界意识也有自己的想法 和其他道具相比 守护圣十字是最特殊的 因为他就是 从他身上提取出来的一部分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 有可能杀死他的话 我想应该就只有守护圣十字了 但是你不是说 只要消灭了所有 固定规则怪谈的污染源 他就会离开地球吗 我没必要和他正面对上吧 苏荣有理有据地指出 对方话里的漏洞 世界意识告诉他 按照最好的情况来看 你真的每到一个固定规则怪谈 就能消灭那个怪谈的污染源 那么 当你还剩下最后一个固定规则怪谈的时候 是一定会在里面和他正面对决的 竟然是这样 苏荣一想 的确也是 狡兔三哭 他把人家的所有老巢都掀翻了 那他可不得在最后一个家里等着自己吗 这样看来 升级守护圣十字是很有必要的 成功被世界意识说服的苏荣点点头 他是很听劝的人 在对方有说的道理的情况下 不会固执己见 那就升级这个道具好了 对于他的听劝 世界意识很是满意 一边调动新获得的力量 一边闲谈式的抱怨道 这次怎么就完全是你一个人消灭的污染源呢 要是多几个人的话 我还能多发几分奖励 消灭固定规则怪谈 污染源能得到的奖励 比普通规则怪谈还要高出一个等级 就算只是挂个名 也能得到不错的奖励 调查员越强大 就代表着这个世界越强大 结果其他人都没能捞到好 世界意识自然会感到遗憾 苏荣冷笑一声 就那个情况 你觉得他们有可能和我合作吗 世界意识虽然起不到什么作用 但的确无处不在 自然知道大笑眼游乐场里发生了什么 他可疑的沉默了一秒 然后才说到 毕竟是他的底盘 受他控制也正常 不过你可以放心 这次把这个固定规则怪谈毁灭之后 他没法再创造新的规则怪谈 只能靠以前那些维持能量 只要你们多消灭几个污染源 他只会变得越来越虚弱 这句话很有点专家内畏 只要你们租出去几套房子 就有闲钱了 你难道觉得 人类之前不努力消灭污染源 是因为我们不想吗 苏荣真情实感地询问 显然世界意识被他这句话噎到了 他当然也清楚是怎么回事 而且更清楚 人类之所以如此示威 有很大程度是因为 他这个世界意识实力弱小 如果他自己实力足够强 那根本不需要人类帮忙 自己就可以直接赶走他 当然也正是因为清楚这一点 他才特意花了很大代价请来外援 说话间 守护圣十字已经升级完了 苏荣重新看了一眼 发现这个道具本身的作用没变 但是多了一个自动寻找 和净化他的皮肤碎片的功能 净化好解释 而自动寻找这个功能 则是会自动在苏荣被选进 规则怪谈的时候 为他匹配有诡异碎片的规则怪谈 看到新功能的一瞬间 苏荣眉头一挑 这是要让我走升级流 而世界意识则像是看到了 什么希望一般 兴奋地说 我猜得没错 这个道具不出意外的话 就是世界七云为你匹配的 最有可能消灭他的道具 你要努力给他升级 争取在变成诡异之后 不说能与他一较高下巴 至少能正面抵挡住 哪怕一击 这样你才有胜算 文言 苏荣若有所思地 看了眼手里的十字架吊坠项链 中间的红宝石耀眼夺目 闪得他眼睛疼 实不相瞒 世界意识的话 总让他有种隐隐的不安感 当然 这倒不是觉得世界意识在坑他 而是觉得世界意识脑子不太好 可能被他坑了 你说 他没事 为什么会在规则怪坛里 掉自己的碎片 掉毛吗 对于这一点 苏荣真的很难不阴谋论 这种东西 真的能被动掉出来吗 听到他的担忧 世界意识解释道 事实上污染源本身就是他的碎片 当初他来到地球开始撒碎片 有的吸收了足够的能量 成为了规则怪坛 而有的则就变成了普通的石头 宝石之类的东西 我觉得你不用担心 先努力把守护圣十字升级 才是重中之重 原来如此 是信息的获取量不足 导致了苏荣判断失误 听完世界意识的解释 他也觉得 这个道具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其实 无论那些碎片 是不是他故意放置的 有一个隐患 都始终不会改变 不过这一点 就不用跟世界意识说了 苏荣垂下眸子 笑着问道 那你还有事吗 想了想 世界意识觉得自己 已经把该交代的事情 都交代完了 于是和他告别 恢复时间流动 无声地自行离开 在时间恢复的下一秒 甜思思激动的声音响起 赶紧上论坛看看 这个规则怪谈 都已经被彻底消灭 应该也不需要 再隐藏信息了 他一边说着 一边飞速拿起手机 在他的提醒下 柳婷雅和苏荣 也纷纷拿起手机 进行查看 当然 苏荣倒不是为了 看这个规则怪谈 怎么回事 毕竟他是亲身经历者 更是亲手消灭了污染源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那些内幕了 之所以也打开论坛 下话先一是想复盘 二是想看看 这次固定规则怪谈 的死亡人数等数据 刚拿起手机 下一秒就弹出一个新消息 是谢呵呵发过来的消息 哦 苏荣荣 荣荣荣荣 我成功从大笑 演游乐场里出来了 大笑 JPG 看到这条消息 苏荣勾了勾嘴角 打字回复 恭喜啊 待会儿一起去食堂吃午饭吧 没有继续等对方的回复 他离开这个界面 点进了怪谈论坛APP 此时首页多出了好几个新帖子 全都是有关固定规则怪谈的 显然已经被相关消息刷屏了 其中好几个 在标题上直接感谢或夸奖咖啡的 苏荣都直接掠过去了 最上面新多了一个置顶的帖子 他一看见标题 立刻点了进去 大笑演游乐场伤亡报告 主楼 本次固定规则怪谈 大笑演游乐场 统计进入500名调查员 实际进入501名调查员 死亡353名 存活148名 其中华夏调查员存活人数为31人 具体死亡名单还在统计中 三天后公布 这个死亡人数 在苏荣的预料之中 他是在8点钟左右结束的 这个规则怪谈 彼时 距离规则上这个规则怪谈 结束还有三个小时 最危险的小手园区没有开放 死亡人数不多 是正常的 如果按照以往 固定规则怪谈的死亡率来看 一整套流程下来 可能也就能存活十几个人 当然 这个人数是不算那些 靠例如替身玩偶 这样的特殊道具 存活下来的调查员的 如果加上的话 一般还能多出5到10个人 这次活下来的人好多呀 同样也在看这个帖子的 柳婷雅对我的感叹道 这应该是调查员 存活数量最多的一次 固定规则怪谈了吧 毕竟污染源都被解决了 田思思竖起大拇指 咖啡牛逼 没有听他们的闲聊 苏荣又点开了别的帖子 因为大笑眼游乐场 已经被彻底消灭 政府也不再将其作为 需要保密的事情 活下来的不少调查员 都开始发帖子 来讲述里面的事情 其中有一个刚刚才发出来的新帖子 吸引了苏荣的注意 咖啡在大笑眼游乐场 这个规则怪谈中的身份大揭秘 主楼 首先先要感谢咖啡大神救我狗命 本来都以为 要活不过这个规则怪谈了 从我被自动弹出规则怪谈 然后听到广播 到刚才这段时间 我想了很多 按照我的了解 报名参加这个 固定规则怪谈的调查员里 应该都没有咖啡才对 这不是我随口瞎说的 而是一些内幕消息 接下来咱们再说 规则怪谈中出现的可疑人物 没错 就是绿衣员工和老鼠 这两个广播里提到的词汇 绿衣员工 大家刚来游乐场的时候 应该都见过 是清洁工 很快这些清洁工就都消失了 游乐场里 几乎不再有绿衣员工的身影 这件事情 我当时是没注意到 出来复盘才注意到 已知明明绝大多数绿衣员工都消失了 但是在第二次大屏幕发言的时候 有不少人都在广场上 和饼干警长园区 各看到了一名绿衣员工 而他针对的 也正是这两名绿衣员工 能让他针对的是什么人呢 一定是正在 或者将要对这个规则怪谈 造成极大伤害的人 这个人是谁 大家应该都心中有数了吧 没错 在我看来 这两名绿衣员工的其中一名 应该就是咖啡大神 而另外一个人的身份 我目前还没搞清楚 说完绿衣员工 再说说老鼠 这个词的出现 和后面小丑园区的突然开放 想必都让大家感到一头雾水 但是现在重新一想 对于他而言的老鼠 不正是对于我们而言的就是主吗 我当时是前几个来小丑园区的 没过多久就听见了滴滴滴的警报声 显然丽衣员工 也就是咖啡就在这里 这也就证明了 为什么他会突然开放小丑园区 是想借我们的手杀死咖啡 一楼 听君一席话 圣读三年书 你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复盘出这么多东西的呀 二楼 楼主是有点本事在身上的 我就说 他那两次命令下达的奇奇怪怪的 原来是在针对咖啡 可惜偷鸡不成十八米 不但没针对成功 还得人家把老家给偷了 哈哈哈哈 三楼 扑 楼上说的我笑了 招惹我咖啡大婶 算他倒霉 四楼 所以咖啡竟然能直接成为 规则怪谈的工作人员 这是怎么做到的 也太牛了吧 五楼 虽然这样说有点扫兴 但是大家还记不记得 当时我们可是一心想要杀死 绿衣员工 离开这个规则怪谈呢 六楼 七楼 毕竟外面当时不知道嘛 不知者无罪 八楼 但其实大家本来都应该能想到的吧 被他这么疯狂针对的 一定是对我们有利的东西 可是我们却没有一个人想到 九楼 我估计也不是没人想到 只是直接离开 规则怪谈的诱惑太大了 就算想到了 也不想说出来 十楼 的确 再不知道那人就是咖啡 未来可以消灭污染源 但我们躺赢的时候 谁不想提前离开规则怪谈呢 十一楼 如果我们真的成功杀死了咖啡 现在活下来的能有几个人 十二楼 我的建议是别做梦 别假设 人家大佬根本不会给我们犯罪的机会 十四楼 虽然在另一个专门夸咖啡大佬的帖子里 已经夸过了 但我还是要再次感叹一下 他真的好厉害啊 怎么能那么厉害 在我们那么多调查员的围攻下 不但矛盾没让我们沾到 还消灭了污染源 十五楼 这可能就是我们和大佬的差距吧 我们还在规则怪谈里艰难求生 人家直接成为工作人员了 楼主猜的没错 帖子里的讨论者说的也没错 其实在大笑眼游乐场里 苏荣就有想过 如果直接公布自己咖啡的身份 其他调查员会不会不再追杀他 在这次通关规则怪谈的过程中 苏荣是靠着足够的智慧和信任 才顺利通关 但如果稍微少了一项 他都极有可能死在这个规则怪谈 如果他们不再追杀的话 就能给苏荣省下不小的麻烦 他不需要再着急火燎的找小丑园区 不必着急火燎的找污染源 但是很快苏荣就意识到 自己不能这样做 或者说这样做只会给自己增添难度 没有太大作用 诚然咖啡是现在很多调查员的偶像 但是偶像还不能和生命相提并论 在能直接离开规则怪谈这样的诱惑面前 他的名头根本算不上什么 况且苏荣本身的任务是贴贴纸 又不是消灭污染源 其他人凭什么要为他让道 帮助他呢 而一旦他公布身份 不说这很可能直接会让他发狂 就单说这样做 一定会有一部分人选择帮助他 而另一部分人选择继续追杀他 原来本来只需要应对那些想要追杀他的人 而现在则还有一部分人会伪装成友好者 等接近他之后再抱起杀人 光是分辨这二者就足够他头疼的了 摇摇头 苏荣退出这个帖子 现在时间还太早了 根本没有太多有用的帖子 他打算等吃完午饭之后再看看 至于现在 当然是睡觉了 一觉睡到中午12点 手机设置的闹铃声将苏荣吵醒 他揉了揉眼睛起身 正好看见田思思正要开门 听见动静的田思思转过身 见苏荣起来了 好心问道 要我帮你带饭吗 这个宿舍没有李勤芳 也没有想赚外快的 大小姐只能自己去买饭了 苏荣摇摇头 我和谢呵呵有约了 待会儿一起去吃午饭 当初政府公事的 参加大校演游乐场的调查员名单里 精英调查员都是用他们的代号来代称的 所以田思思并不知道 谢呵呵也参加了这次固定规则怪谈 听到苏荣的话 他耸耸肩 那好吧 我先去了 眼看时间已经到了中午 苏荣快速扎了头发 也下了床 前往衣食堂 他们两个人常去吃饭的地方在角落 苏荣不出意外地在那里看到了谢呵呵 并和一脸傻笑地他对上视线 简单地成了个三菜一汤后 苏荣坐过去 恭喜呀 成功活下来了 嘿嘿嘿 谢谢 在他进来的时候 谢呵呵就已经注意到他了 一双小狗眼亮晶晶的 我现在也勉强可以被称得上一句大佬了吧 的确 这家伙现在不但是精英调查员 还是参与过固定规则怪谈的人 但从实际上来看 绝对称得上一句大佬 但仔细一想他的技术 实话说 苏荣很难把谢呵呵和大佬这个词联系在一起 幸运之大佬 这倒是很合理 好在谢呵呵本人还稍微有点自知之明 没有打算等苏荣承认 自顾自地说道 哎 说真的感觉有点可惜 我连小丑园区都没感到 这个规则怪谈就结束了 文言 苏荣惊讶的一挑眉 当时广播里已经公布了小丑园区的位置 并且强行要求调查员们赶过去 他怎么会没到呢 当然 这话不能明着说 毕竟他表面上没进过大校演游乐场 所以苏荣隐会提问 你说的那个小丑园区很难进吗 如果难进的话 没进去不也很正常 不是 后来那个园区直接开放了 谢呵呵连忙解释道 但是我当时在离这个园区最远的蚂蚁王国园区 虽然在努力往这边赶 但最后还是没赶上 原来如此 苏荣顿时恍然 当时几乎是调查员下来没多久 他看找到了方法 成功结束这个规则怪谈 谢呵呵 距离饼干警长园区很远的话 没有赶过来也是正常的 你可以去问问 其他人小丑园区是什么样子的 苏荣敷衍的安慰 看起来有些沮丧的谢呵呵 他清楚以谢呵呵的自愈能力 根本不需要他的安慰 果然 只消沉了两秒 谢呵呵就重新兴奋起来 不过说起来 这次我竟然又和咖啡在一个规则怪谈里 而且又是咖啡解决的这个规则怪谈 他果然是我的幸运女神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的确是这样 只不过 再一次固定规则怪谈 你肯定还会参加咯 果不其然 谢呵呵状态高昂的点点头 当然 我家人也很支持我 今天从大笑眼游乐场出来的时候 堂姐还说 我有能代飞她的前置呢 堂姐就是堂家大小姐 那么厉害的大佬都说 我能代飞她 那肯定是我超级厉害呀 苏荣抽了抽嘴角 他当然清楚 唐灵是什么意思 谢呵呵的确有代飞其他人的前置 不过不是靠聪明才智 而是靠幸运 不过看对方这么开心的样子 他识趣地把真相咽到肚子里 加油 我相信你可以的 这次 他几乎没有用到过对方的幸运属性 但没准下次就用到了呢 有这么一个可以代飞周围人的家伙 早归则怪谈里 哪怕对他而言 也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保障 谢呵呵露出快乐的笑容 我肯定可以的 吃完饭 苏荣重新打开论坛 果然看到了几个有用的帖子 关于最后的摩天轮 在哪以及如何盖章的猜测 主楼 不出意外的话 大家现在应该都猜到 摩天轮在小丑园区了 而很令人开心又无奈的是 因为咖啡的及时行动 导致小丑园区 我们都没来得及探索 就直接通关了 容我笑一会儿 但根据已知的一点点线索 我还是大胆来推测一下 摩天轮到底在哪里 我当时是及时进入小丑园区的人 并且应该可以算得上是第一波进去的 小丑园区并不算很大 比其他园区还要小一点 一眼就能望到头 进去过的人应该都知道 里面只有传输带和一个工厂 还有一些诡异的小丑雕塑 观察了一圈之后 我发现我并没有看到所谓的摩天轮 甚至整个小丑园区最高的东西 应该是工厂上的那个烟筒 因为时间关系 我没进去工厂 不确定摩天轮是不是在工厂里 但是规则里说了 摩天轮是整个游乐场的最高点 如果摩天轮在工厂里的话 那怎么着也不能算是最高点吧 所以我推测 摩天轮有三种可能 一种是它目前处于隐身 没有被触发状态 还需要我们做什么才能出现 第二种是工厂本身就是摩天轮 而想要获得盖章 可能需要逛一圈工厂 第三种是小丑园区就是摩天轮本身 想要获得盖章 直接找工作人员要就行了 到时候他们没准会给我们发布什么任务 楼主写了一大段话 底下的回复全是666 虽然楼主最后也没能得到答案 但只凭借着那么点线索 想出这么多东西 已经非常厉害了 苏龙作为这个规则怪谈里 几乎完整为二探索了小丑园区的人 对于这一点 心里倒是已经有答案了 小丑园区的确就是摩天轮本身 不过是那个圆盘 没有带柱子的那种 当时他突然发难 以至于苏龙没有来得及寻找出口 但按照他已知的规则 从摩天轮的最高处 也就是当时他贴监控贴纸的地方 是能看到游乐场的出口的 虽然因为事发突然 他没有在那个位置仔细观察 但是现在想来 从这个位置往前看 能看到的应该传输带和跳进来的洞口 以及工厂的后面墙壁 这三样东西 哪个更像是出口呢 毫无疑问是那个洞口 但是从洞口跳下去 会回到上面游乐场这件事情 苏龙已经试过了 那出口到底应该在哪里呢 突然苏龙想起 自己当初的一个疑惑 从游乐场到小丑园区 是从洞口往下跳 而从小丑园区到游乐场 也是从洞口往下跳 这种空间的错乱感 导致苏龙当时一时间没能想明白 小丑园区是圆盘 而不是摩天轮本身 但如果这里空间本来就是错乱的的话 那洞口的确还有可能 引向另一个空间 不是游乐场 而是游乐场的出口 下话限制于怎么到达出口 这就是需要多次实验 才能得出来的答案了 除了这个谜题之外 在大笑眼游乐场里 还有一件事情 是苏龙暂时没有想明白的 那就是他的命名 到底怎么样才会出发 其实重新复盘一下就能发现 对方的两次命名 分别是在他们贴完第三章监控贴纸 和贴完第四章监控贴纸的时候 就是说从第三章开始 他就能注意到他们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和调查员死亡过半 就会开启游戏下一个阶段 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其实是他们把监控贴纸贴在建筑上 这个行为暴露了他们 贺行之那个混蛋 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不说 虽然说了也不妨碍他们要做任务 但是起码有个心理准备啊 也不知道白脸回去之后 有没有奏贺行之 苏龙觉得自己 真的很需要知道这件事情 这次规则怪谈里 他把他手头上的药片都吃完了 但是根据他和政府的合同 每个月苏龙都得交易力过去 为了防止他这个月 不再进入新的规则怪谈 苏龙得主动过去一趟 领进入规则怪谈的凭证 不过苏龙并没有轻举妄动 主要原因是 这段时间学校要期末考了 Q大的期末考很严格的 苏龙一点也不想挂科 沦为年纪笑柄 不过这也正是一个掩盖身份的好时机 所以他特地在考前好几天疯狂复习 然后考试前一天 戴上幻术面具 前往政府 和上次一样的流程 正好遇到的还是上次那个保安 保安这次见到他依旧很慌乱 不过不是慌乱迎敌 而是慌乱地掏出自己随身携带的小本子 和黑色油笔 咖啡大佬 能给我签个名吗 我放家里避邪用 苏龙 他一时间 竟然不知道是该同意 还是该拒绝 由于片刻之后还是拒绝了 不了 我想我的名字没有避邪的作用 反而还可能帮你吸引邪碎 这话他说的可是一点也不假 如果那些邪教徒 知道这个保安家里有他的签名 恐怕会直接把人绑走 询问他的消息 被拒绝了保安也不失落 笑呵呵地帮他叫了保安队长 一通流程下来 苏龙重新进入了上次那个会议室 面前还是唐玲 孔老 不过没有秦峰 这两个人对他的到来明显有些意外 毕竟在他们看来苏龙是学生 这个时间应该再准备考试才对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不让苏龙的身份被邪教徒找到 这次两校的期末考试时间 都定在了同一个时间段 这样万一苏龙突然出来活动 邪教徒也不能通过考试时间 来判断他是哪所学校的人 几人坐到座位上 孔老一旧笑咪咪的 在听到苏龙的来意之后 连连摆手 你刚刚干了这么大的事 我们哪还能让你接着忙碌呢 这个月就算了 好好休息一下 下个月再继续吧 对方主动要求他休息的话 是不会违反合同条例的 苏龙眉头一挑 你们不是要研究吗 当初之所以和他们交易 是因为政府把这个要研发出来了 能最大限度地造福人类 当然苏龙本身倒是对此 没有多大的执念 只是希望能提高一些 人类的实力罢了 但如果对方自己都不上心的话 那他也没必要执着 或许可以去找别人合作 相信滴答集团出的价格 会比政府高很多 当时的合同里本来就说明了 政府需要做的是研究和推广 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做 苏龙是有权毁约 因为你前段时间消灭了 固定规则怪谈的污染源 所以我们这段时间要乘胜追击 研究的事情可以稍微慢一些 明白他的隐含意思 孔老主动解释道 这不是说研究要骗不重要 而是暂时的计策 随后唐灵也跟着解释 而且你刚参加完大校演游乐场 还消灭了污染源 我们想如果你短时间内 再进入新的规则怪谈 恐怕精力不济 而且还会被他针对 所以想让你先休息休息 文言 苏龙点点头 他两个小时内 不能使用水下转移数 所以想了想 又找了个话题 你们刚才说成圣追击 说到这个 唐灵眼睛微微亮起 显然这是他喜欢的话题 在孔老的试医下回答道 原本怪谈世界 不是被他控制着的吗 我们很难介入 因为诡异在那个世界 可以很轻易地拉人 进入规则怪谈 他喝了口水 继续道 但是因为固定规则怪谈的毁灭 他的实力大减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要休养生息一段时间 那些本来就是他的分支们的诡异 自然也会数量减少 而这段时间 就是我们介入的最好时间 他力量大减 剩余的那些诡异 也没有多少力量 组建一个新的规则怪谈 听完他的讲述 苏龙一歪头 但是按照你们这么说 或许你知道 他在很久之前 起码50年前就来到了地球 只是在10年前 才开始大肆选人参与规则怪谈 这件事情苏龙是知道的 他点点头 我知道 见他知道 孔老吕了把胡子 咱们这个世界 本身是有一定的抵抗力的 从他来到地球 到出现在现实世界的这段时间 其实是在一点点侵蚀怪谈世界 说到这里 他突然爆出了个大猛料 根据我们的研究调查 其实曾经怪谈世界 也在现实世界之中 稍微理解了一下他的意思 苏龙难得意外地瞪大眼睛 老点点头 有多种研究都能说明 我们现在认知中的地球 缺少了一片大陆 其实这个研究发现 在很久以前就已经知道了 不过那个时候 我们只以为是地壳运动 吞没了那片大陆 直到怪谈世界的出现 没有案子的晚上 对于侦探和律师而言 快乐的一天 就是没有案子的一天 尽管这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 相当罕见 但是也的确是存在的 临近午夜12点 苏龙在沙发上正经危坐 旁边是同样正经危坐的律师 马上就12点了 我们马上就要完成一整天 不遇上案子的成就了 侦探眼中带着隐隐的激动 律师同样很激动 我要将今天表在墓碑上 侦探 不至于不至于 咚咚咚 敲门声突然响起 二人心里都产生了不好的预感 开门一看 果不其然 门口站着一位表情 称不上好看的大妈 见他们开门 大妈刚要说话 律师及时拦住了她 等等 麻烦等一下 侦探盯着表数秒 十九八三二一 可以说了 两个人兴奋机长 明天上午停水停电 我是代表物业来通知的 律师侦探 话说到这里 苏荣已经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 果然 孔老继续道 经过多方勘察 我们发现 快谈世界与现实世界遗失的那片大陆地形很吻合 所以根本没有什么怪谈世界 只有被他掳走的 现实世界的一片大陆 说到这里 苏荣不禁择了一声 这个消息要是传出去 那些经常把非我族类 起心避意挂在嘴边 肆无忌惮 杀死原住民的调查员 恐怕就再也站不住脚了 孔老点点头又摇摇头 虽说是被掳走的 但也不全尽然 怪谈世界是他开辟的一处空间 在他一点点侵蚀现实世界的时候 那些被他侵蚀成功的大陆 便会转移到怪谈世界去 文言 苏荣突然听懂了他的意思 毕竟他们聊的本来就是 入侵怪谈世界这件事 你的意思是 我们入侵怪谈世界 能把那些遗失的大陆带回现实世界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可太有意思了 地球突然出现任之以外的大陆 而这片大陆上 虽然有不同势力 但没有统一的政府掌管 苏荣都能想到 各国会有多么疯狂 一片新大陆 意味着新的土地 新的能源 新的人口 资本家和政治家 谁能不心动呢 就是你说的这样 孔老点点头 声音里也带着隐藏的激动 这些被找回来的土地 会暂时放在太平洋上 事实上 它原来也是太平洋的大陆 太平洋是世界上最大 最深 边缘海和岛屿最多的大洋 位于亚洲 大洋洲 南极洲和南北美洲之间 新大陆在这里 的确能很好地平衡各方势力 对于这些事情 苏荣本能地不想参与 在原世界 他就是一个侦探 不参与政治斗争 在这个世界 他也只想安安心心地 当一个调查员 远离这些有的没的 作为一个人精 孔老当然看出 对这些不感兴趣 这是很正常的 很多强者 其实都对权力 没有那么大兴趣 因为他们只要一伸手 就能够得到 但是没办法 该说他还是要说 毕竟苏荣作为现如金 几乎可以称之为 最强的调查员 是有必要知道这些事情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们还有需要 他帮忙的地方 必须展现足够的信任 接下来他专门叫了个人 全方面地跟苏荣讲述了 包括但不现于 想要把大陆 一点点侵蚀回来 需要付出的努力 他们是怎么从 太平洋零碎的小岛中 意识到那片大陆是被吞噬 而不是被整片掳走的 各方人员的扯皮 与武力威胁 力求要让苏荣明白 他们的艰苦卓绝 以及增强他的民族自豪感 在这段时间 苏荣完美地表现了一个 在上水课的大学生的状态 没有睡觉和玩手机 是他对这段表演最大的尊重 他毕竟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而且是打定了主意 要么死在这里 要么回去报仇的 对于未来很多年的事情 根本没什么实感 等孔老觉得差不多了 才挥挥手让那人停下 然后重新严肃起来 把新大陆重新拿回来 就势必要接纳上面的原住民 而这些原住民里 一定鱼龙混杂 有各方势力的人 听到他开始这么说 结合刚才那一大段的表演 苏荣心里 升起了一股不好的预感 果然 下一秒孔老就说道 所以我们希望 你能经常去那个大陆看看 用你们年轻人的话来说 就是去阵阵场子 或许你可能不知道 但你的名号 在怪谈世界非常响亮 全球播报 不只是现实世界 就连怪谈世界 也是能听到的 一年内数次消灭污染源 甚至还消灭了两个 固定规则怪谈的咖啡 在怪谈世界的名头 比秦峰还大得多 几乎是能指晓而液体的程度 当然 是褒义的那种 如果有他在新大陆 原住民闹事的概率会变小不说 那些萧小之辈 也不敢造作了 或者说 至少会专门挑他来的这一天造作 见他有拒绝的意思 早有预料的孔老拿出好处来 不需要你每天都去 只要一个月去一次就行 你每次去 我们愿意支付200怪谈币的薪酬 你看如何 听到200怪谈币 苏荣稍微来了点兴趣 诚然这个钱 对现在的他而言 已经不算多了 他手头上有小一万的怪谈币 无论在哪都算个小富婆 不过白来的钱 不要白不要 他还得问问情况 再做决定 如果我同意了的话 需要去去那里干什么 只需要每个月大张旗鼓的去一次 类似于花车游行 总之让他们知道 你和政府多有合作 孔老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条件 只是去一次 就能得到200怪谈币 苏荣觉得他没理由拒绝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可是新大陆 应该是每个国家都想分一杯羹吧 我过去岂不是平等的 帮助到了所有国家 如果他帮助到了其他国家 那找他们收钱也是应该的吧 凭什么全是华夏出钱 当然如果对方不介意 那他也不会拒绝就是了 当然不是这样 唐玲摇摇头 他对这些事情也很是了解 你和我们合作 那些原住民是能看出来的 那他们对我们华夏政府的信任程度 就会远高于其他政府 得民心者的天下 只要他们真心实意的认为 我们才是正统 那其他人再闹我们妖娥子也没用 看来他们是将利弊想得很清楚 苏荣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白来的好处 可以 我答应了 双方协定好细节 两个小时也早就过去了 苏荣用水下转移数回到学校 然后回到宿舍 他是借着吃晚饭的时间出去的 现在直接回去也没什么问题 当然 这也是因为苏荣清楚 他和邪教徒现在没空管自己了 所以才敢稍微放松一些 对于身份的隐藏 而且这几次苏荣有注意到 政府在刻意帮他隐瞒身份 应该是放弃对他的探查了 回到宿舍 他又抓紧看了几眼明天要考的内容 这才早早进入梦乡 紧张地考了一周 在最后一刻考完之后 饶是苏荣都忍不住长出一口气 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一周的考试时间真是太压抑了 好在苦尽甘来 接下来有足足两个月的放假时间 就在他旁边考场 已经出来的柳亭雅一脸解脱地站在门口 等苏荣出来之后 打个大大的哈欠 小声道 明明我也不是Q大的正式学生 为什么还非要安排我们进考场啊 硬生生在那里待了两个小时 无聊死我了 因为是以调查员身份进来的 所以这部分学生 本身是不需要通过成绩留在学校 但为了不引人重目 该考的是他们还是会考的 只是成绩会隐藏 最后显示的也不会挂科 为了不被别人察觉出自己在摆烂 考试的这段时间 他还不能睡觉 必须装作一副在认真考试的模样 试卷都快被他画出一幅四个漫画了 考试时间才终于结束 说话间 田思思过来了 他和苏荣一样 是靠自己考上Q大的 为数不多的自尊心 让他不愿意和其他调查员一样摆烂 坚持和苏荣一起努力考试 此时田思思的表情明显不太好看 爱好道 完蛋了 我感觉我要挂科了怎么办 不考试的柳亭雅无法感同身受 轻松道 没关系 就算你把所有科目全都挂了 学校也不能辞退你 不 这是面子问题 田思思一边说着 一边看向和他有同样境遇的苏荣 试图寻求认同感 好在苏荣没有让他失望 认真的点点头 的确 要是挂科了的话 确实有点麻烦 不过好在我应该不会挂 田思思 人与人的悲欢并不相通 散了吧 散了吧 短暂的塑料姐妹情环节结束 三人一起出校门去吃饭 无论对几科考试的结果怎么样 至少现在他们是考完了 考完是应该干什么 但是应该放松 酒吧去不去 田思思眨眨眼 兴奋地询问 听到这个新奇的提议 柳亭雅也是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我觉得可以 二人一起看向苏荣 等待他做最后的拍板决定 三人一起行动的时候 酒吧这种地方苏荣当然是去过的 但他并不喜欢去 倒不是因为觉得乱 吵什么的 只是他实在不能理解 每次一去就会有死人 轻则情杀谋杀 重则吸毒枪杀 在这种情况下 H市的市民是怎么做到 还乐此不疲地往酒吧跑的 当然吐槽归吐槽 他还是能理解这种行为的 H市市民平常太压抑了 偶尔出去酒吧放纵一下 很好理解 虽然H市的夜晚总是很黑暗 但是也很疯狂就是了 不过这里是异世界 酒吧自然不会像 原世界那样危险 想了想 苏荣点点头 行 那就去吧 就我们三个去嘛 一得到他的肯定 田思思立刻欢呼一声 耶 就我们三个吧 咱们有属性点加持 武力值普通人还是比不了的 也不用担心危险 我现在就回去准备战袍 他准备的战袍 是一件黑色细闪小吊带 穿在身上性感又俏皮 非常适合田思思 而苏荣二人没有合适的衣服 于是唯一的富婆大手一挥 去商场先买几件 晚上直接穿着去酒吧 酒吧里 灯光摇曳 月声雷动 这里是个嗨吧 邦迪专用场所 田思思已经毫无违和感的融入进去了 柳亭雅也默默跟着舞动两下 苏荣懒得动弹 就坐在吧台 随手点了杯玛格丽特 慵懒得看着调酒是调酒 她的酒量很好 不过平常并不怎么喝酒 酒量再好的人都无法完全解决 酒精对大脑的影响 而脑子不清醒 对侦探而言是大忌 不过既然来了酒吧 不喝一杯酒倒是有些浪费环境了 玛格丽特是非常经典的鸡尾酒 度数也不高 只有20度 很适合小酌仪情 从调酒是花里胡哨的操作中 接过那杯酒 苏荣浅浊一口 便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意识旋转之间 她想到的最后一件事的 这酒被下药了 该死的 果然不能来酒吧 事实证明下药是没下药的 作为侦探 哪怕是在安全的一世界 她也不会丧失基本的警惕心 常规的蒙汗药什么的 苏荣闻一下就能闻出来 不可能上当 没错 正如以往的很多次那样 她又双若拙 被选进了规则怪谈 清醒过来的苏荣 发现自己正坐在一把高脚椅上 旁边是吧台 吧台后面站着一位 正在擦拭酒杯的帅哥 没想到旁边就有原住民 他表情一顿 僵硬地转头观察四周 这里显然是一家酒吧 门外是浓浓的大物 一看就出不去 目前酒吧里没什么人 除了调酒师之外 只有一男一女两个顾客 百无聊赖地 在远处的座位上喝酒 看得出他们不可能是调查员 调查员在出入规则怪谈的时候 绝对不会是这种表情 难道这次 竟然是个单人规则怪谈 苏荣露出意外的表情 再一转头 就看见旁边的墙上 正好贴着这个酒吧的规则 渡口酒吧守则 欢迎你来到渡口酒吧 本酒吧酒类众多 调酒师经验丰富 是品酒的绝佳场所 希望我们能为你提供 美好的服务体验 1.酒吧正式开业 时间为21至2点 其实时间不售卖酒类饮品 2.我们的调酒师 可以调配各种酒品 但不要让他调配红色酒品 并婉拒他主动推荐的任何饮品 3.调酒师调酒的时候 喜欢别人和他聊天 这时候他说一定是真话 4.本酒吧禁止浪费酒水 顾客需要喝下每一杯属于你的酒 包括点给你自己的 和其他顾客送给你的 5.如果有顾客送你红色的酒 你可以将其交给调酒师 并说明是哪位顾客送的 4.此类酒品不属于你 6.本酒吧设有二层舞池 24点开启 但你只能在有舞伴的时候上去 请谨慎挑选舞伴 7.醉酒的特征是认知不清 看到不应该出现在现实中的东西 但那都是喝醉的正常现象 8.当你怀疑自己喝醉了 可以向调酒师进行询问 并点一杯醉酒 如果醉酒呈现红色 就证明你喝醉了 如果是蓝色 则证明你没喝醉 9.顾客搭讪是正常情况 但请确保对方此时没有喝醉 如果对方喝醉了 请不要理他 10.请勿在醉酒状态下 前往二楼舞池 他们不欢迎醉酒的客人 11.酒吧左边的售卖机 售卖解酒药 你可以解紧 可以在醉酒状态下进行购买 12.不要只是厕所里的镜子太久 光线会使人眼花 13.醉酒是非常快乐的 你一定会爱上这种感觉 一共13条规则 表明了这是个困难规则怪谈 其中3.7.9.12.13这五条被标红了 错误之处 在苏荣见过的规则里并不算多 但并不代表这份规则简单 第三条规则 一半红一半黑 错误的是前半句话 调酒师调酒的时候 喜欢别人和他聊天 这种错一半对一半的规则 最不好分辨 如果不是有污染提示器的的话 苏荣也不一定能很快发现这一点 当然无论发不发现 他都不会轻易在调酒师调酒的时候 和他说话就是了 这个调酒师 不喜欢别人在调酒的时候和他说话 那如果有人这样干了 他会怎么做呢 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有人在他调酒的时候问他问题 他是一定会回答的 要不然就没有后半句话了 但回答之后会怎么样 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 谁也说不清 第七条规则毫无意外 错误的是最后一句话 没什么可说的 下面第九条规则中的后半句 如果对方喝醉了 请不要理他是飙红的 不要理他是错误做法 但是正确做法是什么 规则里却没有说 十二条和十三条的错误 一眼就能看出来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第十三条的后半句话 竟然是黑色的 也就是说 你一定会爱上这种感觉 是正确的 醉酒可能会迷惑人的心智 除了这些规则之外 苏蓉注意到 这里面还有一些权对 但是互相矛盾的规则 没错 就是第二条和第八条规则 第八条的醉酒 分为两种形态 一种是代表醉酒的红色酒 一种是代表没醉的蓝色酒 而在第二条规则里 说明顾客不能让调酒师 调配红色饮品 那么万一 他在喝醉状态下点的醉酒 岂不是直接触犯了规则二 揉了揉眉心 苏蓉重新观察了一下这个酒吧 就像规则上说的那样 进门的左边有一个售卖机 里面好像有很多东西 但值得一提的是 酒吧的右边 在对称的位置上 也有一个售卖机 里面也有很多东西 从苏蓉选择这个位置来看 两边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这显然是一个陷阱 立刻联想到了醉酒时的状态 规则七说了 醉酒的特征是认知不清 分不清左右 是不是就是一种认知不清呢 一想到这里 他顿时神色一灵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他要怎么才能做到 在最久的时候 确定自己选的方向没错呢 如果只是完全的左右互换 当然简单 但如果是随机出现的认知错位 那就麻烦了 接着他看向吧台后面的酒柜 酒柜上摆满了各种色彩丰富 形状精美的酒瓶 在昏黄摇晃的灯光下 一眼看上去 有种纸醉金迷的济视感 酒柜上面有一个时钟 此时始终指向八点半 也就是说 现在酒吧的营业时间并没有开始 难怪只有这么点客人 但同时 苏蓉心里也升起了一点警惕 他经历了那么多次规则怪谈 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 规则上表明的时间 就是他在这个规则怪谈里会呆的时间 换句话说就是 他出现在这个酒吧 只可能在酒吧正式开始营业往后 而不可能在之前 但现在的情况明显不符合他的认知 这种细微的误差 立刻激起了他的警惕心 不要以为这种想法是启人忧天 在很多规则怪谈里 保持对一切不同寻常事物的警惕 都成功在某个时刻 救了苏蓉一命 例如在44号宿舍楼里 他就是因为意识到一个困难规则 怪谈按理说应该超过10个人 而那个规则怪谈出现的才只有6个人 这才成功发现了男生宿舍 最后找到逃生方法 苏蓉微微眯起眼 先低头看了眼自身 比较令人意外的是 他现在身上穿着的 和当时甜思思穿着的有点像 黑色亮片小吊带 胸前还有一堆黑色绒毛 而更令人意外的是 在这个规则怪谈里 他竟然还背了个小鞋垮包 是那种香奶奶的风格 放着生钱包 一个大钱包里放着一个小钱包 这画面怎么看怎么滑稽 但除了生钱包之外的东西 显然比生钱包更吸引苏蓉的注意 除了一些口红之类的化妆品 这里面竟然还有一个小本子 在规则怪谈里 出现任何纸质的东西都不能忽视 苏蓉没有贸然把本子拿出来 而是先拿出自恋小姐的镜子 照理一下自己现在的样子 这张脸看着很漂亮 是那种妩媚的漂亮 脸上画着大浓妆 有一种妖艳但低俗的美感 说起来 她还几乎没有匹配过这么好看的脸呢 也算是一种倒霉势力唯一的威解了 合上镜子 她自然地站起身 确定没有人注意自己之后 起身前往厕所 虽然厕所里有镜子这个危险的东西 但是现在规则怪谈还没有开启 这种危险对她而言相对较小 而刚才她之所以先在外面照镜子 就是为了确认自己 在这个规则怪谈里的脸 镜子这种东西 就是很需要在脸上谨慎 别一不小心被换了脸还不知道 之所以选择厕所 当然是因为在所有地方里 这是最没有可能被监控拍到的地方了 不过说起来 规则怪谈里会有监控吗 摇摇头 苏蓉快速掠过厕所的镜子 随便找了个中间的坑位 开门 关门 锁门 蹲下 拿出小本子 一套动作如行云流水 一气合成 本子打开 里面空无一物 好像一个新本子一样 苏蓉凑近纸张闻了一下 不出意外的闻到一股淡淡的柠檬味道 她起身走出厕所 去外面的售卖机那里 花了20怪谈币 买了一盒烟和一个打火机 随后又走回了厕所 会在怪谈里的物价 要普遍高于外面 这一点她早就习惯了 这一套动作 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来酒吧的人会抽烟很正常 去厕所抽烟 发现自己忘记带装备 出来买也很正常 回到厕所 苏蓉点开打火机 用上面的火焰 小心翼翼地烤第一页 很快纸张上就浮现出了焦黄色的自己 带着舞厅的东西出来 我们会接应你 这个规则 怪谈到底给他安排了什么身份啊 苏蓉眉头紧皱 又考虑一下本子的其他页面 不过只有第一页有字迹浮现 在刚才看完规则的时候 他就在疑惑一件事情 这个规则怪谈的离开条件是什么 难道是等时间一到 自己就可以离开酒吧吗 这显然不现实 在看到纸条上的字迹之后 他清楚了 离开的条件 是拿到舞池里的一样特定的东西 然后才能离开酒吧 这里用到了一个词 就是接应 显然外面是很危险的 但他背后的人可以保护他 而这一切的前提 是他拿到对方想要的东西 不然他出去的后果 大概就是死 而这件东西必须在酒吧闭馆之前拿到 不然他直接被赶出来 自然也算任务失败 可是问题在于 他要拿的是什么东西呢 苏蓉重新翻看了一下自己的包 绝望地发现 里面除了自己的东西 和一些化妆品之外 什么都没有 难道是化妆品有问题 苏蓉随手拿出一只口红 打开一看 复古红棕色 正是他这具身体嘴唇上的颜色 这些化妆品 看上去没什么问题 至少上面大概率没读 没有别的线索了 他坐在马桶上沉思 想要确定任务物品是什么 有两个思路 一个是探寻自己的身份 一个是探寻酒吧的秘密 想明白之后 他重新把本子放回包里 整理了一下衣着 重新走了出去 回到把台的第一件事 是看时间 现在是8点58 酒吧马上就要正式营业了 突然苏蓉想到什么 立刻跑到把台 给我来一杯白水 或者饮料什么的 规则上说 在非营业时间不售卖酒品 这句话当然可以 只按照表面意思来理解 只有营业时间卖酒 但是结合规则上 最上面那段话 就让人隐约能 品出一些隐藏含义 那段话的主要内容 就是夸赞酒吧里的酒 并说这是个品酒的绝佳场所 品酒的地方 还能喝其他饮料吗 反正苏蓉是没在 售卖机那里看到任何饮料 所以苏蓉觉得 这个酒吧的隐藏规则 就是不开业时不买酒 开业之后只卖酒 而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非酒类饮品 在这个规则怪谈里 绝对有很重要的作用 回到之前 苏蓉疑惑的一个问题上 即在这个规则怪谈里 他的到来时间 为什么先于营业时间 其中一个原因 应该是想提醒苏蓉 他还有另一层身份 这个规则怪谈的背景剧情 并不局限于酒吧里 但是如果仅仅 只是这个原因的话 就算把他投放在酒吧开业之后 他也迟早能通过包里 多出来的小本子 发现真相 根本没有必要多此一举 所以他大胆猜测 提前到来还有别的原因 就是为了给他一个 能买正常饮品的机会 当然 这只是一个 有些脑洞大开的猜测吧 毕竟他现在没有什么证据 能证明这一点 但是既然想到了 苏蓉自然不可能忽视 反正他现在有钱了 也不在乎这一星半点的 听到他竟然在酒吧要水 调酒师显然诧异了一瞬 随后给他用装威士忌的玻璃杯 装了一杯两百开 向来对视线非常敏锐的苏蓉注意到 酒吧里的另外两个人 在听到他要水之后 都看了他一眼 值得一提的是 他们面前也有非酒类饮品 女生是一杯果汁 男生是什么运动饮料 这也是苏蓉能意识到 自己可能应该买杯 正常饮品的原因之一 两百开到手的一瞬间 七点到了 门外立刻进来一大拨人 这些人穿得清凉 有男有女 很快就占据了酒吧的大部分空间 酒吧的一楼算是半个清吧 虽然人变多了 但是倒也没有很混乱 把台处挤了不少人点酒 苏蓉被迫退到一旁 但他没有离得太远 保持在一个 能够听清他们点单的位置 调酒师不知道 什么时候在台面上放了个酒单 不过来这里的看上去 都是老熟客了 看都没看那酒单一眼 张口就点 来一杯长岛冰茶 一杯苏格兰威士忌 老样子 不加柠檬汁 听着他们一个个熟练的点单 苏蓉心都凉了 如果这些人都是老熟客的话 那他这个新人 出现在一群人当中 该有多么醒目 他的任务是拿到舞厅的东西 按照规则 想要去舞厅的话 就得有一个搭档 但如果其他人都是熟客 那肯定有自己的搭档 根本轮不上他 这样想着 苏蓉的目光 不由地落到了 之前看到的那两个人身上 他们俩会是正确的人选吗 突然苏蓉愣了一下 谁说他一定是新人 尽管他本人的确是 第一次进入这个规则怪谈 但这具身份可不一定 既然他是来完成任务的 那之前未必没有来这里踩过点 在他思考的功夫 调酒师已经开始 自己花里胡哨的调酒工作了 苏蓉抬头望去 就看见有不少人都在和他聊天 怎么回事 他露出诧异的神色 要知道 规则里虽然说调酒师 喜欢在调酒的时候和别人聊天 但那是用来诱导调查员的错误规则 可是这些原住民 怎么也按照错误规则行动 难道说这些规则对原住民不起作用 所以他们才肆无忌惮 这样想着 苏蓉将目光放在调酒师脸上 他正在非常专注的调酒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 自己手中摇晃着的铁制容器 随口回答着其他人的问题 而那些人问的 也都是些很普通的问题 例如调酒师现在交没交女朋友 来这里多久了 最喜欢的酒是什么 别说 还真让苏蓉挖掘到了一些 他觉得可能有用的信息 这个调酒师名叫詹姆斯 是两年前来这里的 在这里没有一个亲人 最喜欢的酒是血腥玛丽 血腥玛丽这款酒 哪怕对酒一点也不了解的人 听到名字也应该能猜到 这是款红色的酒 在无尽的问话中 他终于调配好了一款产品 递给点了他的客人 然后笑咪咪地问 请问几位要喝血腥玛丽吗 我强烈推荐 此言一出 众人顿时脸色一变 纷纷摇头 蜿蜒谢绝 接下来也不说话了 等调酒师调完自己的酒 结果之后就果断离开了把台 这场面看得苏蓉很是奇怪 这些人都是老顾客 按理说 应该非常清楚詹姆斯的禁忌 就像他们明显知道 詹姆斯调配的血腥玛丽有问题 那既然如此 刚才为什么还要在调酒师调酒的时候 和他聊天呢 不 不对 苏蓉突然意识到 这些人是在严格按照规则来行动 规则上说了 调酒师喜欢聊天 他们就纷纷和人家聊 规则上说 不要让调酒师调配红色的酒 他们就静而远之 但如果这样来看 那违反规则并不致死 因为这些人绝对违反过 不知反几的规则了 但显然没出过什么事 是在区别对待原住民和调查员 怎么想都不可能 规则怪谈 总是要死人的 原住民也不能幸免 苏蓉头疼地叹了口气 这个规则怪谈难得地 让他一上来就面对了 好几个想不通的问题 只能慢慢探索寻找答案了 等这些人带着自己点的酒散开 他这才重新走道把开 调酒师的脸色不太好看 但还是很有礼貌地问 小姐 你还需要点什么吗 没有 我看您现在好像不太忙 所以想和您聊聊天 苏蓉目前可没有点酒的打算 他酒量的确很好 但这里是规则怪谈 哇 不小心因为什么规则喝醉了 那可就麻烦了 文言 詹姆斯看了眼他手里的水杯 点点头 然后冲对方抛了个魅眼 或者聊聊你对我的感受 这两个话题是基于苏蓉的目标 那个舞厅的任务评问的 无论对方要聊哪个 都能让他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消息 如果是前者的话 就可以打探酒吧的内幕情况 如果是后者 就可以打探一下自己这个身份 是不是第一次来 之前有没有来过这个酒吧 对于他这副皮囊的魅力 詹姆斯完全不为所动 犹豫了一下之后 选择了前者 那就聊聊这个酒吧好了 这方面我还比较了解 这个酒吧建立多久了 苏蓉先问了个简单的问题 然而这么简单的问题 这个自称对酒吧还算了解的家伙 竟然都回答不出来 应该很久了 但具体是多久我也不知道 得到这个答案的苏蓉 狐疑地看着他 不确定他是真不知道 还是假不知道 规则上说 在他调酒的时候问他问题 回答的一定是真话 那也就说明在其他时候 他是有可能说假话的 这种敷衍的回答 听起来就很像假话 想了想 苏蓉问了第二个问题 这个酒吧的老板是谁 装潢很漂亮 我想向他取取经 一般这种地方的老板 都是这规则怪谈的大boss 提前了解一下 对方的信息是很有必要的 然而 这次对方的回答 显然又超出了苏蓉的预期 抱歉 我还需要工作 您可以与别的顾客聊天 刚刚还愿意和他聊天 突然又不愿意了 而且明明对方 现在手头上并没有工作 也没人找他调酒 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苏蓉低头看了眼自己的水杯 突然明目了什么 可以再给我来杯水吗 这黑店的水五十怪谈避一杯 实话说 苏蓉是真心不想买 就像他之前想的那样 酒吧正式营业之后 还真就只卖酒水了 抱歉 本酒吧营业时间 不受卖除了酒之外的饮品 听见这话 苏蓉眉头一挑 那请问有什么度数比较低 不容易醉的酒吗 根据他的猜测 问问题的前提是买东西 一次购买能获得一个问题 如果想要继续问问题 就得接着买 而这个规则怪谈的地图 毕竟是在酒吧 它不可能一直不喝酒的 与其被动的等别人送走 还不如自己主动先买一杯看看情况 这款黄金之心 是我们酒吧度数最低的 它指着酒单上的一款 价值50怪谈币的鸡尾酒 不过我们酒吧的酒度数都差不多 我建议您还是挑自己喜欢的 酒吧的这些酒度数都差不多 这怎么可能 我知道之前那些人点的酒里 有深水炸弹 有威士忌 现在调酒师说的这款又是鸡尾酒 这些酒怎么想都不可能度数差不多呀 苏蓉促起眉 感觉抓到了一点重点 又想不分明 但他还是点点头 那就给我来这款吧 它是什么颜色的 黄色 调酒师一边说着 一边拿出道具食材 开始给苏蓉调酒 在他调酒的时候 苏蓉闭上了嘴 专心看他调酒 平心而论 这人的技术确实不错 弄得赏心悦目的 可惜苏蓉只能做个认真的表象 实在提不起精神来真心欣赏 他刚才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在调酒师调酒的时候问的问题 是不限数量的 不限制数量 而且还肯定是真话 这显然是在诱导顾客 在调酒师调酒的时候和他聊天 规则怪谈诱导的大概率是坏事 虽然目前苏蓉根本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但他还是老老实实的闭嘴比较好 很快调酒师调完酒 三角杯里装满淡黄色的清澈酒液 正中间有一颗金黄色的心形凝聚物 微微跳动着 好像真的是一颗黄金心脏 被装在了酒里 苏蓉感觉自己理解 为什么不能要红色的酒了 这玩意是黄色看着还挺好看 但要是红色的话 那看着就很恐怖了 调酒师把三角杯递给苏蓉 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在他接过酒之后 调酒师又补充了一句 请在十分钟内饮用完毕 否则口感容易变差 很多酒都会有调完之后的最佳饮用时间 这是很正常的 而事实上在现实世界中 哪怕超过了最佳的品尝时间 绝大部分普通人也不会尝出什么区别来 但这里是规则怪谈的世界 显然不是口味轻微变化这么简单 浅着一口 苏蓉眼前一亮 这酒的味道确实不错 有种很富贵的感觉 他也不知道自己脑海里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么抽象的形容 但感觉的确是这样的 不会是已经喝醉了吧 苏蓉眉头一拧 重新看向手里的酒 和他之前看到的一样 酒杯里的心脏微微跳动 好像活的一样 如果只是浅着一口度数最低 最不容易醉的酒都会醉的话 那现在在场的所有人恐怕都已经醉了 我现在可以和您再聊聊天了吗 垂下眸子思索片刻 苏蓉抬头笑隐隐地看向调酒师 对方点点头 当然你想聊什么 果然是这样 买一种饮品 能提问一个问题 苏蓉摇摇头 暂时没有想聊的 待会找您聊可以吗 在得到了对方肯定的答复之后 他端着酒杯起身 静止走到之前 在酒吧正式开业前 就留在这里的那个女生面前 女生一头深蓝色其间短发 右眼角下有一颗泪质 无论是在哪里 都是很醒目的长相 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苏蓉问道 女生点点头 单手撑着脸 你是新来的 既然这样说 苏蓉心中顿时升起警惕 但面上笑着 同样撑着一张脸问道 你是老熟客 对方笑了起来 这里的熟客 没喝醉的时候 是不会找人搭讪的 听到这句话 苏蓉眉头微微皱起 规则久说的是 顾客搭讪是正常情况 但请确保对方此时没有喝醉 如果对方喝醉了 请不要理他 诚然后半段是飙红的 但是这也表明了 喝醉了搭讪是不正常情况 需要特殊对待 而按照这个女生的话来说 竟然只有喝醉了 才会找人搭讪 没喝醉是不会这样干的 这显然是之前苏蓉没有想到的可能 但的确也能被这条规则解释得通 随之而来的是两个新的问题 一是对方是怎么知道他没喝醉的 二是为什么清醒的人 不会找人搭讪 但是对方显然没有回答 这两个问题的意思 举起面前的果汁 冲他笑了一下 就准备起身离开 就在他要起身的时候 苏蓉突然开口 我要是请你喝酒 你会开心吗 女生 他动作一顿 重新做回来 你这是要恩将仇报 任谁都知道 在这里喝醉不是什么好事 请别人喝酒 自然也不怀好意 所以女生才会问他 是不是恩将仇报 当然 这是在清醒状态下 如果是喝醉了的状态下 本身已经没有理智思考这些 干什么都随心所欲 那倒不一定是想作恶了 确定了对方对喝酒的态度 苏蓉不紧不慢地回答 当然不是 我只是问问而已 对了 你愿意当我的搭档吗 我想去上面的舞厅 这句话单说倒是没什么问题 但和上面那句话连起来 就很像是威胁了 然而 短发女生并没有露出被威胁的表情 反而饶有兴致地看向她 你确定要和我一起 当然不确定 苏蓉只是试探性地随口一问 她还没了解清楚 这个规则怪谈是怎么回事 当然不敢去二楼 而且规则上也说了 要谨慎挑选舞伴 这就证明舞伴如果挑错了 很可能会面临不好的局面 无论对方是什么样的表现 苏蓉都不会轻易做决定的 她果断摇摇头 只是随口一问 我还没去过这里的舞厅 想先在这里待一会儿 你现在要准备去舞厅吗 见她没有要选自己当搭档的意思 女生撇撇嘴 我要走了 你自己好好玩吧 苏蓉她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 的确除了她以外 这个酒吧里的所有人都可以随意离开 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那为什么她不能直接走 虽然表面上这是因为规则的束缚 但是规则也有自己的底层逻辑 她一定是因为什么原因而不能离开 必须要有人接应才能走 你今天两点之前还会回来吗 苏蓉忍不住问道 倒不是因为聊了两句就出出感情来了 主要是因为对方明显是相对特别的原住民 现在因为谨慎 她不能直接和对方组队 但万一对方真的是正确答案 直接把她放跑了又太过浪费 酒吧里还有一个和她们一样 也是先于开业就来的人 可以当做备用选项 但有个已经聊的还可以的 自然不能轻易放走 可惜的是 女生摇摇头 我不会再来了 今天是我来这里的最后一天 显然这也是一个信息 她今天是来这里的最后一天 可为什么之后就不再来了 因为她已经完成什么任务 又或者是要搬家了 说起来这个规则怪谈 其实并不太正宗的样子 原住民的能动性很强 让她有种奇怪的感觉 好像之前经历过类似的地方 你今天的饮品 就当是我请你的了 苏荣掏出一百怪谈币 递给对方 她能看出 对方刚才特意说出 最后那句话 是在给她留线索 两个人萍水相逢 只不过聊了两句 对方就愿意主动给自己线索 那自己当然也得有所表示 这也就是她现在手头上非常富裕 可以随手拿怪谈币 突然苏荣顶多掏出五十 就是极限了 没办法 现在有钱了 就是为所欲为 看到苏荣递过来的钱 女生显然意外了一下 想了想 还真接过钱 才有一样的处境 说完她起身离开 头也不回地走出酒吧 徒留苏荣一个人 坐在位置上沉思